这是我见过醉牛的师父 上次请来胡家仙姑 这次又找来一黑一白两个长相怪异的人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欢迎收看阎老九系列之 感知特展 上 让胡三姑救走了那个被拐卖的女孩后 阎老九就带着我去见他城里的两个朋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疯疯癫癫的阎老九 还有人类的朋友 而且这两个人对他的态度 那是非常的尊敬 那这事就交给你们俩了啊 好嘞 放心吧九爷 小的 这么小就可以跟着九爷 将来你肯定会大有出息的 这两个人一个长得黑 一个长得白 白的呢 总是眯着眼睛笑 很爱说话 而另一个黑的则是一副冷脸 也不爱开口 这两个人还真的是有些怪异 啊 是吗 为什么我不那么觉得呢 不过 对于这两个人对阎老九那非常高的评价 我却并不认同 他们一定是受到了蒙骗 或者眼睛不好 看到这两个人走的时候 开的大汽车 我才明白 他们应该是寻补房的警察 而且看起来级别还不低 师父 这俩人看起来还挺厉害的 哎呀 那当然了 他们可是黑白无常啊 啊 啥 我正纳闷 阎老九怎么会认识这么厉害的角色 阎老九却又告诉了我一个差点让我惊掉下巴的事情 黑 黑白无常 我实在无法相信 这两个寻补怎么会是老人们讲鬼故事里面常说的黑白无常呢 不过 跟着阎老九的时间长了 也见识到他真的是有些能耐 他说的话也不见得都不靠谱 走吧 哎呀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师父 咱们干嘛去 干嘛 去偷东西呗 啊 你说什么 但是再想想他整天带着我干的那些坑蒙拐骗偷鸡摸狗的事 让我相信他是地府的公平阎王 这就有点 阎老九 你说的真是理直气壮 你说你是阎王爷谁信呢 偷东西的阎王爷呀 滚蛋 臭小子 我这都是手艺 你就好好学着吧你 这次 那阎老九难得没说谎 他真的带着我鬼鬼祟祟的来到了村里做豆腐的张二妞下 这张家有一个儿子在省城上学 而小一点的女儿二妞就在家里帮着爹娘做豆腐 小子 实际成熟 咱们开工 我们来到张家时 正看到二妞洗了很多包豆腐的白布 整齐地晒在院子里 阎老九见二妞回了屋 院子里没了人 便带着我捏手捏脚的去扯了两块晾在绳子上的白布 哎呀 得手了 快跑啊 往下扯白布 肯定会弄出一些声音呢 这一下 可惊动了刚回屋的二妞 小生子 你居然敢来我家偷东西 你信不信 我告诉你爹娘 这张二妞啊 她跟我差不多大 长得还挺俊的 而且我们也算熟悉 她一见是我 立马就大叫了起来 哎呀 快跑了 哎呀 被人抓住了 赶紧啊 我 我不是小生子 你认错人了 我此时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只能耍赖了 虽然我也知道这样根本没什么用 哎呀 小子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小丫头啊 才没有 你别 你别乱说 可谁让我有一个这么不着调的师父 看来啊 这次回家我又少不了挨顿揍了 师父 咱们偷这白布 要干什么呀 干什么 盖尸体呗 放心啊 盖完了以后 我再给他送过来 看着眼前这个疯癫不着调的师父 我的头真的有些大 呸 那盖完尸体 再送回来 还去包豆腐啊 我这不是给你制造机会吗 再说了 那包尸体了 怎么了 就不能再包豆腐啊 呸 那包了豆腐 给你吃啊 你不要钱 我就吃 哎呀 你饿去死了 我们俩这一路吵吵闹闹的 在天黑之后 盐老九带着我来到了西山山奥里的一间土房子外面 这间房子我倒是也知道 平时白天都是关着门的 也不知道什么人会住在这荒山野岭的 而且也没见过有人出入 师父 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干这行的 那都是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不过 这大半夜的 却见到房子里面竟然点起了灯 没一会儿 还打开了门 正有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 站在门口 借着灯光我看到 那人是豆鸡眉绿豆眼 大嘴巴满脸的大嘎的 要说是蛤蟆成精 那都不过分 长得那就别提多难看 这么还不来 这丑八怪站在门口向着山下看了半天 像是在等什么人 但等了半天也没见人来 这才嘟囔着又回了屋 我听阎老九说才明白 这是一间赶尸客栈 根本就不是给活人住的 所以只有晚上才会开门 由于只接待尸体和赶尸人 所以很晦气 干这一行的人 也都是长得极丑之人才会做 都是些可怜之人 这家伙就是这赶尸客栈的老板 不是个好东西 不过阎老九接着说 眼前的这个人可不是个善蕾 他可是个专门干坏事的坏蛋 只见那个丑八怪的老板进了屋子 阎老九才招呼着我 开始了行动 行了 走吧 该咱们行动了 小心点啊 跟上 我和阎老九捏手捏脚的 进了那间赶尸客栈 说实话 我一听这里不接待活人 我的心里还是有些慌了 好了 把那块白布给我 可等进了门 我发现这屋子里面是空空荡荡 也没什么尸体 我这才稍稍地放下了心 哎 小的 咱俩一人一块 劈在身上啊 哦 哦好 我按照阎老九之前交代的 抖开了白布 就想劈在身上 但就在这时候 我突然感觉身后传来了一股阴森森的凉气 而且好像还有一双眼睛 在后面盯着我 那种感觉让我非常的不舒服 于是我忙着转头向身后看去 这一看差点没吓死我 原来进来的大门后 正杵着两句蒙着白布的死人 此时风一吹 死人脸上的纸服还在哗啦哗啦地响着 嘘 小祖肉 你别喊 这一下来的也太突然太惊悚了 吓得我刚响尖叫出来 可却被阎老九一把紧紧地捂住了嘴巴 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一个死人 你有啥好怕的 他压低着声音 训了我一顿 他说的对呀 自从跟着他妖魔鬼怪 我也没少见 眼前这两个死人 还真没什么好害怕的 快 赶紧穿好 要不来不及了 可话是这么说 真的要跟两个死人待在一起 那滋味绝对不好 哎呀 你要是先骑 你上那边站着也行 我不去 阎老九是一顿的催促 我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跟着他披上了白布 站在大门的另一侧 轻点呼吸啊 不然这纸服就让你给吹下来了 哦 知道了 阎老九不知从哪里又摸出了两张纸服 沾了些口水 分别贴在了我和他的头上 就这样 我们俩终于成了这客栈的客人 而且还非常守本分地 站在了赶时客栈的门后 我们俩刚刚站好 就听到门外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哎哟 有人吗 来了 来了 家里糟了小偷啊 我来得有点晚了啊 那个一直在屋里的客栈老板 一听有人叫 马上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 那包豆腐的白布不是很厚 我隐约的还能看到那丑八怪的表情 他一出里屋门就是一愣 哎 这 我又记错了 能看出 他有些纳闷 为什么屋子里又多出了两具尸体 不过 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时间去管这两具多出来的尸体 而是招呼起了那个刚进来的人 哎 来了 不晚 不晚 他们也没到 这些都是死人 这大晚上的真是人哪 啊 习惯了 还好 那人进了屋 我才看清 原来那竟然是开豆腐铺的张二白 也就是二牛他爹 可他怎么会跑这儿来呢 哎呀 我怎么感觉 他们 在动啊 哈哈 哎呀 都死了哪会动啊 风吹的吧 能看出 张二白的胆子不大 进了屋子 一见到这几具尸体 那说话都有些不利索 那丑八怪 看到张二白有些害怕 忙着开口聊了起来 这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啊 张二白家里死了人 刚处理完后事 啊 您家的后事 都处理完了吧 哎 完事了 哎 我这命啊 就这么一个根 还没了 可怜他还没有成亲呢 张二白家里 死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那个 在省城上学的儿子 这张二白啊 是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儿子的尸体 从外地赶了回 哦 您放心啊 这事 我一准给您办好 因为儿子没有结婚 他怕儿子在下面孤单 这才托人打听 认识了这个丑八怪 想要给儿子 找个去世的老伴 我一听 当时就惊呆了 怪不得阎老九 会带着我去他家里面 去偷白布 两个人正说着 突然从门外 传来了一阵 当当的铜锣声 来了 接着 就见到有三个人影 依次从外面走了进来 打头的 正是昨天拐卖女孩 到青楼的 刀疤脸的男人 中间 有个尸体 随着锣声 摇摇晃晃的走着 而最后面的 还是那个壮汉 你来了 买家也刚到啊 你这货色如何啊 放心吧 绝对不错 看来 这两人不仅会用迷魂术 拐卖活人 还会赶尸倒卖尸体 真的是魏力 无恶不作呀 本集播讲完毕 要想知道后事如何 请收看下集 三会 一看尸体被赶到了 那丑八怪的老板 忙着问了起来 那壮汉将尸体上蒙着的白布一仙 里面竟然是一个 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女孩尸体 哟 这长得还真俊呢 嗯 这可是个大户人家的小姐 刚死了一天半 听他们说 原来这个大户人家刚死的小姐 被他们挖出来 赶尸赶到这里 贩卖给张家 给他儿子做伴 嗯 这闺女的八字可难得呀 老张啊 这个怎么样啊 这模样 配得上你儿子吧 那个丑八怪和两个赶尸人 看样子就是这种事做的不少 做的那叫一个熟练 也知道怎么去哄抬价格 这殷石殷月 出生又死在了殷月殷石 那可是绝佳呀 老张啊 哎呀 快拿钱吧 而且一谈到钱 那丑八怪是一脸贪婪的样子 半点对死者的尊重都没有 啊 钱呢 啊 好 但张二白不同 他是头一次经历这种事 虽然对方说的天花烂醉 可是他一看到那女孩的尸体 浑身都筛抖了起来 啊 啊 好 好 我这就拿钱 啊 三十块大洋 要说 这三十块大洋 在那些年 那可以买好几亩肥田呢 张二白为了儿子 也真是豁出去了 好 收了钱 我就把他给你赶到你儿子的坟地去 今天晚上 就让他们合葬 几个人看着这买卖谈得顺利都眉开眼笑的 就等着张二白那哆哆嗦嗦的手把钱掏出来了 可就在这时候 我感觉到胳膊被人碰了一下 我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这是阎老九在给我发暗号啊 这是三十块 你数数啊 张二白好不容易止住颤抖 终于把钱从怀里摸了出来 就要交给那个丑八怪的手里 可就在他要把钱递出去的时候 张二白的脸色猛地变了 啊 他们 接着就惊恐地声嘶力竭地尖叫了起来 那几个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忙着回头看去 只见门后的两具尸体 此时正僵硬地把手伸了出来 就像是他们闻到了生人味一样 身体一蹦一蹦地 转向了那几个人所在的方向 接着 那两具尸体举着手蹦了过来 还发出了怪异的叫声 那场面是别提多惊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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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炸湿了 张二白本来胆子就小 这一下可更受不了了 吓得他是满头的冷汗 那身体哆嗦的都快站不住了 见那两具尸体竟然向自己蹦了 那张二白是再也坚持不住了 嗷的一嗓子 牛头就向外跑去 啊 炸湿啊 炸湿啊 别看张二白 他一把年纪了 这会儿 那速度绝对是够快的 一溜烟的 就跑得不见了人影 哎 别走啊 把钱留下 这都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他没有把钱留下 这一下 屋子里面这群人 一晚上不就白忙活了吗 啊 我和炎老九 正凸着两块白布 在他的屋子里面来回的转 啊 这 看到张二白被吓跑了 我和炎老九这玩的更喜性了 像上马了弦一样 在屋子里面这来回的蹦的玩 那叫一个开心呢 啊 混蛋 你们根本就不是 就是活人 你少宅是装神弄鬼的 也不知道哪里露出了马脚 那丑八怪竟然猜出了我们是活人 朝着我们就骂了起来 师父别嗷了 咱们被人发现了 既然被人家拆穿了 再蹦的下去也有些尴尬 我和阎老九有些意犹未尽的停了下来 发现了也好 盖着把这白布都快把爷爷我给闷死了 一把扯下了身上的白布 我们便和那几个人对上了 此时我还是很兴奋的 因为阎老九毕竟是身上有功夫啊 而阎老九也真不含糊 面对那凶神恶煞的三个人 没有丝毫的惧怕 反而是一脸的轻蔑 这下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你爷爷九爷爷在此 你还不跪下认错求饶 一个老东西和一个小宰子 竟然敢来这儿杀野 你们早死 不过对方看到我们是一老一小 那气焰立马就上来了 嚣张的是不可一世 三个人不由分说 立马恶狠狠地向我们俩冲了过来 你看我怎么揍死你们呢 好 小鬼们 你们竟敢不听爷爷的话 那就尝尝爷爷的厉害吧 要说这阎老九也真厉害 面对一群冲上来的凶神恶煞 他是没有一丝的慌乱 说着话 身上突然是力气爆起 一起手就摆出了一个要放大招的架势 露头的 你手拿这套箱